現在幾個人在 揪欄一塊 整個行動不給人家丟掉 他們呢 遠過黃泥流淹沒了路面和稻田 大雪狂淹到成年男子的腰部 水深超高 明明是一般道路 卻像一條大河流一樣 救護人員還要攀爬鐵柵欄 才能進入民宅救人 好了 攀爬好了 民眾搭乘橡皮艇 在消防人員的支援下 總算脫困 原來這裡是台南後避區 上傑東 當地種植許多稻米 民眾的住家位於田中 沒想到清晨五點半左右 外頭的水淹進民宅 四人受困 其中還有兩人行動不便 消防人員搶救後 四人已經到後避區公所安置 同樣的淹水情況還有這裡 所以你們還要上班 對啊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過去怎麼辦 那就回家吧 雨下太大 讓巴掌溪的溪水暴漲 夾帶著泥石的河水 十分驚人 堤防破損 農田變成一片汪洋 這裡同樣是台南後避上傑東 為了避免發生危險 已經緊急封閉道路 許多民眾只好繞道而行 不只後避上傑東風路 南華市區的北遼橋也因為水位太高 頂級風橋 短短二十四小時內 白河區的累積雨量 就高達五百二十二毫米 颱風帶來的驚人雨勢 各地陸續傳出災情 民眾千萬要特別留意 TVBS新聞 顧手昌十一敦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